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我的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聊金川前线这段书啊,可算是长精神的一段书,怎么呢? 因为啊,该打胜仗了,这金川前线一次次的失败啊,那可谓是一将无能啊,累死三军 在金川前线这四五万的大清将士啊,当然了,有这个绿营兵,也有当地争上来的土司兵 那简直啊,就是打了小两年的窝囊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那原因很简单的,这主将啊,实在是太没本事了 这主将张广四自夸自大不说呀,他还有养贼自重的心 好不容易啊,判来了这朝廷啊,派了一位钦差大臣乐钦来到了前线 好,这位啊,又是一个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主 张广四和乐钦是乾隆十三年的八月份被调回京述职的 哎,实际上呢,在七月底的时候啊,这个月中旗就已经接管了这个营寨当中的大小事务 这三军觉得呀,有这个月军们坐镇中军,哎,算是有了底气了 看样子这回啊,翻盘的机会要来了 要说这月中旗啊,到了前线之后也不是一仗没剑,也打过几次胜仗 那么为什么不继续打了呢?哎,他是有客观原因的 这月中旗来到党坝之后,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先观察地形 他呀,登高远望一看呢,这个党坝的位置啊,实在是太显耀了 可谓是三面还敌啊,自己的大寨啊,与敌人的碉楼近的呀 恨不得这碉楼上人干点什么,他都能看得清楚 这月军们就琢磨了,既然自己啊,来到了前线,总得与这敌兵建战 现在军队的士气低落,需要啊,打几个胜仗来挽回一下这士兵心中的士气 可是啊,这月军们再一看自己手底这些人啊,削威的,他有点泄气 自己的党霸大营里啊,他倒是有汉军,有多少啊,哎,不足一千 那有人说不对啊,这张广四给乾隆皇帝的信里啊,说这个党霸大营 由这个月中旗统领的部队啊,有一万有余 那要是这么算起来,这张广四倒是也没这么说瞎话 哎,那你刚才不是说就只有一千汉军吗 在这里啊,还有一支由这个绰斯甲吐斯带领的吐斯兵 大概啊,还有这么万把人,哎,这吐斯兵啊,他不堪用 但是,他也是军队中的有生力量啊 于是啊,这月军们,就着自己手底下这点兵啊 也算是调兵潜将了一把 这山上,山下,营里,营外,各个的堆拨,卡口 由这个绿营兵带领的吐斯兵啊,逐个的这个维护逐个的完善 这营里营外的公事债楼啊,该修该补的,一定要把它建的坚固 刚咱不是说了吗,这是三面还敌 如果这大金川的叛匪,一口气要是想吃掉这个党霸老债 哎,不是一件难事 月中旗啊,把这些人分配到堆拨卡口以后啊 再算自己手里啊,哎,你还别说这土兵不堪用了 就算土兵啊,你手上也没几个了 即便是这样的月中旗军们啊 还突袭了几座敌方的营寨,攻下了几个碉楼 可是这会儿啊,又遇到了人数不足的问题 你攻下碉楼营寨之后啊,你得派人守着呀 这一派人守啊,自己军中的力量就又薄弱了 这会儿的张广四啊,还在美诺营寨当中中军指挥 于是呢,这月中旗啊,就向张广四提出,哎,要兵 最好啊,再给我派三千汉军来 张广四啊,接到月中旗,请求援兵的这封奏报之后啊 他乐了,哎,要兵啊,老头子,你想的没 于是啊,这张广四也口口气气的给月中旗写了一封信 说这个手底下就有这四五万的兵,哎,怎么派怎么住都已经早安排好了 所以自己现在手里啊,也无兵可派 再到来年啊,这皇老爷子如果往这金春派兵啊 我适当的多拨给您点,也就完了 这月中旗看完了这篇废话之后啊,直接团巴团巴就扔进了火盆里 看样子啊,哎,这办法呀,还得自己想 就在这月中旗老军们左右为难的时候啊,哎,这会朝政的旨意下来了 这张广四,乐清啊,停职了,军中大权呢,就落在了这月中旗的手里 这回啊,该大干了,那么这月中旗要打哪呢 这月中旗可看上了一块硬骨头,这个地方就是康巴达 咱们上文书说了,这张广四想打康巴达呀,他没拿下来 在攻打侧翼西岭山梁的时候啊,哎,就两座碉楼里边啊,有几十土兵 这时候啊,从山上啊,又来了几十名土兵的援军 这一下子就把攻碉楼的三千清军呢,给打垮了 这敌方啊,哎,杀了多少清军不得而知 总之啊,自己踩踏,死伤者无数 这也是啊,压垮着主将张广四,哎,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因为这丢人的一败呀,这张广四才被乾隆皇帝解了职 那么这军中就月中旗,说话算了数了,那打吧,打吧 哎,不能打,这攘外呀,他必寻安内 于是,这月中旗军门就一声令下,把三个人呢,绑到了大帐以内 谁呀,两男一女呀,一个呀,就是小金川的吐司梁尔吉 还有他的媳妇寇,哎呀,当然了,这寇啊,原来是他嫂子 是他从他哥哥那儿啊,倒过来的 有人说,这臭杂伴子,哎,您也别这么说 按照人当地的少数民族习俗啊,那会儿肯定还有走婚呢 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啊,至今还有这个习俗 这往细了呢,咱就不深聊了 所以说啊,这种情况啊,在人家那儿啊,可能不算什么寒陈事 不过这里边有个细节啊,咱们先前已经讲过了 这扣啊,是沙罗奔,也就是那个大金川的反贼头子 是这沙罗奔的侄女,很有可能啊 就是这个梁尔吉和他这个原来的嫂子 现在的媳妇合谋,害死了原来的吐司责望 这月中旗啊,有准确的消息 现在啊,小金川吐司梁尔吉 也就是啊,这清军大金当中吐司兵的头 就是这大金川叛匪 沙罗奔的人,军中很多调都部署啊 都是这个小金川吐司梁尔吉 偷偷的吐露给了沙罗奔 那么不是说三个人吗 还有一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呢,叫王秋 哎,他是哪人呢 他是昆明人 哎,对了,云南 这个人呢,是张广寺请来的 哎,是张广寺请来的幕僚 这张广寺当年啊,在云贵为官的时候 就认识这个王秋 张广寺啊,认为这个王秋非常有本事 哎,又善于山地作战 于是到了四川前线之后 就把这王秋请到了军中 做了自己的幕僚 可是他没想到啊 这王秋啊 早就和这个大金川吐司沙罗奔的 暗通捆取 他可不是沙罗奔名义上的姑爷 哎,这里边啊 没有那么多的花花事 可是这沙罗奔用一件东西 拿住了王秋 什么呀 哎,这就是这大小金川啊 特有的土特产 什么土特产啊 黄灯灯的金方 您想啊 这儿叫金川 这名字不是白叫的 这金子呀 就在底下的核桃里 只要啊 您下核桃金 您就会得到这种土特产 那可正位啊 是清酒红人面 这彩白动人心呢 这沙罗奔的细作呀 把这黄成城的金子呀 放到了这王秋的面前 这王秋立刻就交出了 他所知道的所有清军进攻的路数 所以说啊 有这仨人在营里啊 这仗啊 还打个屁呀 您想想张广四身边这些人 自己的谋士啊 是奸细 手底下土君的统领啊 也是奸细 您想啊 这仗他能打得赢吗 咱们暂且就认为这张广四啊 哎,对这些都不知情 可是乾隆皇帝不这么认为 这朝廷啊 他也不这么认为 这乾隆皇帝和朝廷啊 都觉得这张广四 早就知道这寇和这个梁二级啊 是沙罗奔的戏作 之所以重用他们呀 就是为了仰寇自重 并管怎么说吧 这个张广四啊 走了 约中旗不能把他们留在军中啊 作为自己的心腹大患 于是这一声令下三刀 就取了这三人的手机 这下子没废话了 该打了 哎,您也不用着急 今儿咱这级啊 肯定是把这胜仗打完了 免得您再总说我这是水石瓶 就在乾隆十三年的八月 岳中旗啊 执掌了军中的大业 处展了沙罗奔派来的奸细之后啊 就秘密的调动了人马 这岳中旗军本的算了算 除了堆拨卡 迎债留守啊 还有看守粮草自重的士兵 自己能调动的 应该有三万五千人左右 这岳中旗啊 先以一万兵 岸出党坝偷渡炉和水路并信 突袭了敌军的营寨 哪啊 跟咋 再一万兵啊 从这个甲锁古道啊 穿插到马牙岗 乃当两地 就这样啊 和这个党坝突袭来的一万人呢 形成了这个两翼之势 就把这个马牙岗和乃当啊 夹在了中间 这中军呢 一声号令 三路人马一起进攻 经过一番激战 攻克了大小雕卡呀 就有四十七处 最主要的是 搅和了敌军的十二个粮仓 并且啊 收复了粮田 一千四百余段 这仗啊 已经快打了两年了 清军消耗巨大 我们都知道 可是啊 这大金川的沙罗奔兵啊 也熬得够呛咯 这清军呢 一鼓作气 就拿下了沙罗奔 满坑满谷的十二座粮仓 并且这会儿啊 是八月底 正是要收成的时候 这地里的清科呀 掌势正旺 马上就要开连收割了 清军呢 又拿下了他一千四百余段的粮田 这一下子对沙罗奔的打击呀 那实在是太大了 广师胜仗啊 还在罢了 断了敌方的粮草 这一下整个叛军呢 那可就人心惶惶了 这没有粮食呢 就扑不了大的阵仗 于是敌军就开始向乐无为归宿 这月中旗又趁势收复了十几座城寨 清军是齐开得胜 士气大振呢 短短了几天的时间 取得了这张广斯诺青两年来都没有达到的战果 那么说着大清朝换兵换将 第一次金川之战的胜利之仗 就打完了吗 当然不是了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明天呀这月中齐军们才要施巧计巧取 康巴达